错为人生,宰子逆袭手册 第一章,崩坏的命运 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霸道场长爱上我的剧情发展 女主林依然是个天真柔弱的都市公主 从小在万千宠爱中成长 男主则是从小混混一路奋斗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这对恋人经历了无数磨难,直到三十岁才修成正果 而最大的阻碍,便是抱错的真千金,从小在乡下长大的李雪梅 李雪梅性格自私,善妒,在回到林家后,对女主充满了敌意 不断争夺家人,事业,甚至企图抢走男主 按照原本的剧情,李雪梅最终会被男主与女主合力反击,落得凄惨的下场 但这一切,因为一个小意外,彻底崩坏了 某天,命运系统,一个保证世界线不崩坏的守护者,接到了紧急指令 世界的主线已经偏离,需要迅速干预,绑定男主,让剧情回归正常轨道 然而,因为某个大义,系统在启动绑定程序时,并没有锁定男主 而是绑定了男主那两岁半的孩子,林小宝 这个小家伙,是个走路还晃晃悠悠的小奶娃 最大的乐趣就是追着他妈妈林依然到处跑 系统崩溃,完蛋 第二章,小奶娃和系统的纠葛 系统进入林小宝的脑海中后,迅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林小宝是个还不太会说话的孩子,连基本的表达能力都有限 更别提什么操控剧情了 系统叹了口气,只能暂时将原本的计划搁置 想办法教会这个小孩如何影响剧情 宝宝,从今天开始,我会教你一些很厉害的东西,你要记住哦 系统带着无限的无奈对林小宝说 但林小宝的反应是,撇嘴,妈妈 系统愣住,什么妈妈 我们得先把你爸爸妈妈的故事搞清楚 小宝完全不在意,继续奶声奶气的喊,妈妈 然后亮亮呛呛的跑到林依然面前,抱住她的腿,脸上满是得意 系统气急,真的是完蛋了 第三章,对抗真千金的第一步 系统逐渐意识到,想让林小宝完成自己使命的唯一办法,就是陪着她慢慢学习 于是,她开始寻寻善诱,引导林小宝去观察家庭中的一些变化 这天,李学梅再次找上门来,刻意在家族聚会上挑衅林依然,甚至想引起男主的注意 她咄咄逼人的态度,让家人们对林依然充满了误解,场面一度尴尬 系统急的跳脚,小宝 这是你第一次表现的好机会,快点阻止她 但林小宝完全没理会场面,她正埋头吃着桌上的点心,嘴角还挂着奶油 系统忍无可忍,再这样下去,你爸爸妈妈就要被她打败了 你想要她成为你的新妈妈吗? 这一句话瞬间点燃了小宝的斗志 奶娃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恐,她突然大喊,不要 随后,扑向李雪梅,撞到了她的腿 李雪梅毫无防备,狼狈地摔倒在的 聚会现场一片惊呼,气氛瞬间尴尬到了极点 系统偷偷得意,这还算成功吧 第四章,剧情的意外反转 随着小宝的不断插手,剧情开始偏离原本的轨道 针牵经李雪梅的每一次计划都在意外中失败 无论她如何设计陷害林依然,都会因为小宝的插科打混而被无意识地化解 然而,这种乱入的行为却让李雪梅感到越来越不安 她开始怀疑这个小孩背后似乎藏着什么秘密 甚至觉得林依然在故意利用她对自己进行打击报复 而另一方面,林依然对自己儿子的无意识护母行为越发感到奇怪 她本以为小宝只是个纯真无邪的孩子 但她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这让她对小宝的行为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系统开始烦恼 这样下去,剧情虽然没有崩坏,但也偏离得太远了 必须让小宝更主动地去影响事情 第五章,打破命运的框架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小宝在系统的指导下逐渐变得聪明起来 她开始懂得如何利用自己可爱的外表和无意识的行动来暗中保护自己的家人 同时,她也在慢慢改变着男主和女主之间的关系 这一天,李雪梅准备最后一次动手 试图设计一个让林依然失去男主信任的阴谋 然而,小宝早已经试破了她的计划 她在系统的帮助下,故意在众人面前说出一些天真的话 让李雪梅的计谋彻底曝光 妈妈说,这个阿姨要抢走吧 小宝天真无邪地指着李雪梅说道 所有人瞬间哗然,李雪梅的阴谋当场破产 她无法再狡辩,只能狼狈地离开 而林依然和男主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牢固 系统满意地点头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真的有天分 居然还能自己想办法应对 第六章,改子的未来 随着李雪梅的彻底败贝 剧情回到了正轨 林依然和男主的爱情也稳定了下来 然而,林小宝却不再只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孩 她通过这一系列事件,学会了更多的东西 变得更加聪明且有主见 系统欣慰地说,你做得很好 宝宝,这个世界因为你而变得更美好了 林小宝扬起笑脸 系统,谢谢你,我也想保护妈妈 没关系,系统回答道,你已经是个小英雄了 在这个错位的人生中,林小宝最终成功地逆袭成为了家庭的守护者 她用自己的智慧和系统的帮助,不仅打破了原本的命运框架 还让自己成为了真正的主角 结尾 这是一个关于崩坏命运的故事 小奶娃林小宝在命运系统的帮助下 凭借天真与勇气,逆袭成为了拯救家庭的英雄 她的存在不仅改变了剧情,也让这个世界有了更多可能性 而最重要的是她那纯真的爱,守护了自己最在乎的家人